有鉴于近期来 不管是在演艺圈 还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 人员发生的心肌梗塞 或是脑冲血的不幸事件 越来越多 因此华联市公所 特别开办一连串 员工预防保健的课程 24号再度邀请到 实前会讲师和大家来分享 如何预防心肌梗塞 透过专业的指导 让公所的员工 建有相关的医疗尝试 从保护自身的健康做起 避免汗式的发生 继脑中风预防保健课程之后 华联市公所24号下午 是再度邀请到 实前会讲师和大家分享 如何预防心肌梗塞 而市长魏佳贤也指出 根据微服部统计调查 2019年国人 因为心脏疾病死亡的比例 高居十大十婴的第二名 仅次于癌症的二性肿瘤 而且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希望可以透过课程办理 让公所同仁 更加注意到 自身的健康问题 那也希望说 今天借由老师的主讲 让大家了解到 心肌梗塞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提早预防 提早的来接受治疗 然后减少未来会发生 意外状况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职场里面 常常会发生心肌梗塞 无论是年纪大的 或年纪轻的 都有可能是 耗发的族群 那我们希望说 借由这样的一个课程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 并能够提早预防 那尤其是在 我们公所这部分 也是被认定为 安心职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更希望说 除了有AED的设备之外 大家都能够了解 怎么样去使用 以备不时之需 减少相关状况发生时候的 手忙脚乱 那我们希望透过不断的训练 来刺激同仁们 对于危机意识的处理能力 那再次要感谢我们相关同仁 来办相关的课程 除了公所同仁 勇跃前来听讲 市民代表陈慧卿 也带着助理一同出席 希望能在危机时刻 及时救人 那我们市长 他有感于我们的市民 乡亲们 他们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 所以特别开办了这样的课程 那我今天也是亲自来上课 我也希望说 将来我自己也可以预防到 也希望我可以去帮助到 如果有这样病症的相亲朋友 我们可以来去预防他 而课堂讲师师千惠也指出 预防剩余治疗是不便的道理 平时一定要做好护心的动作 像是饮食的健康 控制三高 规律运动 注意保暖及不抽烟是相当重要 尤其是包括肥胖 家族遗传 中老年人 缺乏运动及滥用药物的人 都是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 要特别注意及防范 唯有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定期做健康检查 才能避免心肌梗塞的发生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